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县准新闻 为了提升疫苗涵盖率,县长李明珍再次呼吁乡亲 请18岁以上尚未施打第三剂COVID-19疫苗者赶快去施打 县政府特别加码百元礼券或等同价值的礼品 并且在3月5号安排13乡镇接种站 以及3月6号炒囤南投信义三个大型接种站 提醒大家防疫千万不能松懈 为了提升县内疫苗接种率 县政府推出接种疫苗加码送礼券 即日期到3月15号为止 凡涉及南投县年满18岁的民众接种第三剂疫苗 或涉及南投县65岁以上长者 以及原住民55岁以上接种任一剂疫苗者 都可以获得100元礼券 并在3月5号安排13乡镇接种站 以及3月6号炒囤镇南投市悉尼乡三个大型接种站 第三剂我们就落后很多 所以县长在呼吁我们前线的民众 还没打第三剂的 在3月5号到3月6号这两个假日 你去打这个疫苗 我们会送你100块的礼券 县长黎明珍表示 目前南投县18岁以上第三剂接种率 仍稍低于全国平均值 为了全面提升第三剂接种率 才能获得有效的疫苗保护力 林县长再次呼吁乡亲 踊跃接种疫苗 我欢迎各位还没打第三剂的 永热去打第三剂 保护自己的身体 不要再受感染 希望大家还没打第三剂的县民 尽快地去打第三剂 卫生局长陈兰松表示 疫苗涵盖率是支持防疫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卫生局能会持续加紧接种疫苗 提供民众更便利多元的接种管道 并鼓励民众持续完整将疫苗打好打满 增加自身的防护力 提升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保护 记者曾光佑南投市采访报道